在台湾 于马政府时期成功促成马习会的前陆委会主委夏立妍 日前出席新南向政策研讨会 她认为台湾本身的产能是否真的可以到18国去推动新南向 值得深思 主张应该要找出重点国家 重点产业去生根 这也是自520政党轮替之后 夏立妍首度出席公开场合发表谈话 夏立妍说 夏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政治研究所副所长陈仙才 对于蔡政府新南向政策的实质动能 以及在政治经济上的效应抱持怀疑的态度 陈仙才说 陈仙才认为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台商在当地遇到事情比较难处理 而且大陆在东南亚的投资也很多 台商想要拓展南向 摆脱对大陆依赖的效果也很有限 前陆委会副主委高长表示 中国大陆跟东南这些国家也建立了相当紧密的关系 所以我们推新南向政策 如果被中国大陆定位在是去中国化 被定位是跟大陆的一路在相互竞争的话 那中国大陆一定会想尽办法来阻挠成功的机会 高长也提醒 东南亚国家的政经情势复杂 要懂得掌握对方的需求 以同理心来推动合作 并与大陆共同善用民间企业的力量整合推动 要能够懂得人和才能够让新南向成功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苗秋菊台北报道 不走